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很有才华 但受到风气影响 他决定用身体不舒服为理由 婉拒朝廷的好意 带着家人隐居在东山 后来 扬州刺使雨冰 慕名来找谢安 请他到扬州工作 但是 谢安没有答应 雨冰不放弃 多次派人来征兆 谢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好前往工作 过了一个多月 谢安找了理由辞去工作 继续过着隐居山林的悠闲生活 不久之后 立部尚书范汪推荐他当立部狼 又被谢安拒绝了 后来朝廷还是不断的征兆他 都被他一一婉拒 谢安四十几岁时 家族里有几位当官的人过世 还有人被朝廷降为平民 谢安对自己家族的不祥命运 开始感到不安 为了家族荣耀 他必须挑起重担 这时 大将军桓温聘请谢安担任掌管军政的司马一职 谢安终于答应出来当官 谢安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为朝廷立下不少的功劳 后来被任命为宰相 谢安原本是个爱好自由的人 但是一旦答应当官 就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他处处以大局为重 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和人勾结 后人认为他是有才德的宰相 小朋友 听完东山再起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 故事的源起是在说 谢安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但因为热爱自由而不愿意当官 过程中 谢安辞掉几次被征兆为官的机会 直到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变弱 才答应出来当官 故事的结果 谢安当官后 处处以大局为重 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后人认为他是有才德的宰相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东山再起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专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谢安 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每个人的志向不同 有的人把做官这件事 看得很重要 认为官位越大 人生就越有价值 说说看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东山再起 是形容官员退隐后 再度出来当官 也可以形容失败后 重新再振作起来 当东山再起 是形容官员退隐后 再度出来当官的意思时 主要使用情境 是用来表达 重新担任某种职位 他的例句 离开政坛多年后 他东山再起 高票当选县长 当东山再起 是形容失败后 重新再振作起来的意思时 他的使用情境 是用来表达重新出发 他的例句 别瞧不起他的实力 只要时来运转 他必有 东山再起的日子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 当东山再起 为这个解释时 有哪些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卷土重来 重整旗鼓 死灰复燃 相反的成语有 一蹶不振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